台湾的双赞石总裁 蒋皮瑞 各位亲爱的杰斯佳人 还有今天许多的贵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杰斯的感触 以及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让我想起五年前 我是一个身体非常不好 上班族 那么曾经因为认真的工作 到不眠不休 人家叫我7-11 其实比拼命三郎还要严重 叫拼命九郎 上班是为了缓晒 所以时间上面无法控制 最后 进入经了急诊室加乎病房 有胃溃疡六公分破洞 十二指肠溃疡三公分破洞 我的肝脏指数超标 比正常人多三倍 那么因为中度的晕血 没你而失正 所以医生都宣布我 只剩下六个月 那个时候的我就在思考 我的人生 七十才开始 我才五十 有一点不甘愿 在这个时候 发现来了一个机会 美国给了一个机会到台湾 他不只找一个人 他找了三四个人 我是其中一位 那么很认真的思考 这个生意到底能不能做 各位可以想想看 2009年9月9号 引爆全球 这么一个机会来的时候 没有公司 没有产品 没有成功的见证 也没有产品用的好的人 当我试图着告诉三个人 四个人 他们都说 我是不是被诈骗集团骗 当我认真继续找 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找了七个八个九个 他们觉得 我是不是诈骗集团 我就是在这一路跌跌撞撞 又身上没有钱 资源的情况之下 我坚持到底 我没有放弃 台湾从我一个人开始 偏偏是从高雄和屏东地区 努力工作 老天非常的疼惜我 我那个时候只在意 我的身体能不能够活过六个月 当白米如春配权来的时候 我非常认真的服用 一天大概吃个七包八包九包 因为死马当活满意 我想多活几年 结果没有想到认真吃了三个月 平安没事 六个月过后 没有想到回医院检查 没有想到回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竟然没有胃困痒 没有十二指肠困痒 我的暈眩全部都好了 让我非常的感动 解私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我的身体开始 我非常认真的工作 结果 结果没有想到 我所找的认识的人 有全部四十二个熟朋友 老朋友 亲戚 结果 人脉好 不见得有用 四十一个全军覆没 只有一个活着 叫王毕清老师 最后我非常认真的 努力找 我要找陌生人 我没有想到 我非常开心 有信心的找陌生人的同时 竟然 让我找到了潘米晶老师 生出了林中瑶钻石 哇 所以陌生开发非常重要 急去 我找到了王毕清老师 又生出了一堆的钻石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杰斯你要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其实有很多的过程 在座的朋友 好多人说 你要认真的工作 你要大量的列名单 你要大量的开发 打电话 要问你的朋友 亲爱的伙伴 千万小心 名单是你的资源 你千万千万不要冒然的打电话 因为你打三个 会死四个 自己也死了 你还不熟悉的情况之下 请你千万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熟悉的朋友去练习 因为每练习一个死 你最好的办法是找陌生人练习 陌生人多过于熟朋友 你们说 对不对 对 所以告诉各位 亲爱的手上的所有珍贵的名单 请跟你信得过 请跟你信得过 有能力的推荐人 恳请他帮忙 你做ABC 另外我想提一下 好多人说我没有信心 因为我介绍七个死八个 我自己也快死了 我完全没信心 我告诉各位 其实信心很容易建立 从现在开始 我用我的经验告诉各位 你就是你自己的老师 你每天面对着镜子 你能够真实的面对镜子里面的你 认真的看自己 说自己内心的话 眼睛瞪着自己 能够超过三分钟 告诉你 你进步了 你每天能够看自己 照着镜子超过三十分钟 对自己微笑 你最喜欢的笑容 恭喜各位 你成功了 因为三个月过后 你每天这样做 你出去外面 随便什么样子的陌生人 都非常乐意接近你 因为你就是最佳的发电机 我希望赛杰斯 心想事成 赚钱是绝备的 但是 你必须要紧跟着 有经验人的方法 坚持下去 亲爱的伙伴 要感恩 推荐你的人 要感谢所有为你付出的人 但是要发自内心 我希望在座的伙伴 我们共同的学习 共同的努力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Wendy Wendy 我更感谢台湾 李伟行总经理 所带领的所有团队 行政团队的支持 以至于让我们杰斯 越走越顺利 希望各位 不要通手而回 入了宝山 还要带领很多的伙伴 一起加油 一起打拼 希望各位 心想事成 在杰斯 可以风风光光 光风要主 最后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太太 我想请我太太奇力 给大家看一下 她叫Perry 蔡宇斌 她是我补草福气的前内柱 因为她嫁给我的时候 我是绿宝石 第二个月我生了钻石 当她帮我生了一个 两岁三个月的孩子的时候 我已经是双钻石 是不是很有帮助力 在杰斯 你会拥有全部 最重要 你会拥有一个 温暖 幸福快乐的家庭 祝各位 心想事成 潜伏满满 谢谢各位 谢谢 想期待双钻石 和我台湾们做的分享 哇 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 你们真的好幸运哦 因为我们刚才听了 那么多宝贵的分享 同时你知道吗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你们都做了一件善事 一位杰斯 把今天年会当中 所有的票券收入 不是一半哦 是全数捐给了高雄 红十字会的辞会员 不是今年这样做而已 其实我们已经默默地做好多年了 杰斯